工作室 好啦 一直 Вот各位朋友們大家好 我們這禮拜就是來�一致了 ved agora 上禮拜沒什麼好 沒有其他話題了 只剩12相 我們還是要來趁一下 我們要去東京了 來乾杯 終於要去東京 好羨慕 他們可以去東京喝酒 那其實我們回顧一下這次的戰況啦 台灣跟第一場跟韓國嘛 其實第一場贏了我就覺得那個氣勢 氣勢就起來 我覺得韓國也這樣想 老實說你說韓國真的輸我們很多嗎 其實老實說沒有 我們就只有得那一局的分數 只有得那一局啦 那一局沒有得分 因為那一局剛剛兩次選擇 他就剛剛兩個失童 他就失童了兩球 結果一隻滿冠一隻兩分 然後接下來就很難追回來了 他最好還是追了三分 你像看如果那一局只有一隻選擇 如果只有成成為一隻選擇 我們就是一分差的 就是一分差的 如果只有陳傑仙的選擇 我們就輸了 對 所以其實韓國還是不好打 不好打 結果韓國後來士氣整個消失 一絕不振 對 一絕不振 然後第二場我覺得比較驚險 第二場對多命家 威廉帝跟黃子鵬 我覺得那場也贏得很驚險 但黃子鵬表現太好了 對 因為黃子鵬太猛 不然那場也是很難講 而且他沒有八局那個失誤 他多掉那一分 我們可能會要突破獎局 就是差一點點 威廉帝也很乾 掉一分來失半 這次其實像樂天的 像陳生威 就整個都 然後進去就是整個打起來 丁倒貓 丁倒貓 而且被美國大聯盟認證 這給你拿不能拿出來講 他們是不知道 他們只是覺得 艾斯丹跟那個Albers很酷 但他們不知道中間的聯繫 他們不知道中間的聯繫 OK OK 我們就讓他有美好的想像 對 然後後來那個接下來對澳洲 沒有 對日本 喔 接下來對日本 其實陳柏欣表現的比想像中好 蠻多的 就一舉那兩個手被瑕疵啦 但我們最後是3比1 也沒有掉很多分 你的想像 全部都中華職棒的 然後對日本只掉3分 蠻強的 其實蠻強的 其實蠻強的 而且戴肥風還有拳雷打 而且牛本還沒有掉什麼分 純中華職棒的球員 所以這次3比1我覺得不錯 看東京有沒有機會扳回來 然後接下來 對澳洲就不用講 澳洲就整個打開了 但其實對澳洲我覺得關鍵 重點在隔壁那一場 隔壁那一場 隔壁場其實如果古巴逆轉日本的話 我們對古巴就很有的看 因為古巴氣勢回來 古巴差點贏啦 就昨天那場消耗賽事 大局當然是3萬人 這3萬人 我那時候在想 這3萬人一定是 一開始就覺得 會打到最後一場 會打到最後一場 才會晉級 或者是來不及退票 對 才有機會 對 來不及退票了 就晉級了 可是對古巴也打得很好 我覺得古巴也沒有說 也沒有說練拼還是什麼 古巴也沒有練得那麼誇張啦 雖然他有些 手臂比較隨心的 那只是球衣都賣掉了嗎 又要換錢啦 要換錢 聽說天母一堆 你再給他們買 好啦總之 可以進東京就是 一大創局 到底是4強 以前是6強 台灣媒體先行 我全部都在講 打擊前三名有獎金 第四名就沒有 獎金不是重點 獎金不是重點好不好 姑姑已經發4千萬了 對啊 一剩1千萬嘛 他之前就說 我們打擊最爛 鼠最捲 怕被嘴 你如果鄉民再酸我 我就用錢堵住他們的嘴 我想講多久就講多久 他就亞洲附牧 這兩天 就是流傳很多道歉表 你覺得本節目 最該跟誰道歉 我們節目嗎 對 我們節目一向都預算得很準確 不需要道歉 不需要道歉對啊 沒有是我們每次講完之後 下面的人都在酸我們 欸你看龍貓 我們講龍貓 我們講龍貓 每次講龍貓沒有很差 你看看古秋寶 對然後再看看龍貓 龍貓 對龍貓很聰明 龍貓很棒了啦 龍貓很棒 然後下面就一堆人在酸我們 所以這是應該開放 開放大家道歉 大家要跟我們道歉好不好 然後我每次上節目我就說 潘傑凱沒有那麼差 不是頂尖 不是全部都那麼好 但他沒有那麼差吧 你看我們這個數據 你看潘傑凱幾安啊 潘傑凱七安 他是台灣打第二多的 第一多乘截線 第一多乘截線 他打安打還比林立多耶 對啊 林立才六隻 你就帶棒子手臂嘛 可以接受啦 他也沒有真的他只有一個失誤啊 就掉一分 對 因為本來就不好說 因為對日本那場是 不是只有潘傑凱失誤 朱玉璇也失誤 他是俠 朱玉璇是俠持 他是可以抓到雙殺 江坤也失誤 阿坤沒有阿坤那個是剛好打 打不彈彈跳 不彈跳 那剛好李凱威的 就是不好打 然後大家壓力都大 而且大家去當為什麼 那麼多奇怪彈跳 我漏水我在吃 漏水嗎 漏水 其實我覺得很多時候數據 沒辦法表現 這個人的價值 比賽的全部價值 因為數據會看不出來 李凱威13個打數 一直按打 打擊率0.77 那你說他真的很差嗎 那其實他的戰術啊 或是他的戰術 跟投手纏鬥 我覺得還是有一定選擇 都不錯 你說真的差的大概 如果這樣子看 大概只有林家正 可是林家正 他的價值不在打 價值不在打擊上 而且我有發現那個 骨手 因為我小時候當骨手 我發現美式跟日式 最大的差別 你看戴北風 或是日本骨手 日本骨手接球是這樣 他們接球過來他們是這樣 做的比較含蓄 日式 林家正那個接法是這樣 他那個Flaming很 很故意 可是我覺得他的蹲法 跟有些人不一樣 他會用正面去接 他會讓你覺得 接起來很像好球 對他們用他正面去接 對 對 尤其裁判的角度看是 有機會被 有機會被 但是我們從螢幕上看 就是這樣 差一顆吧 這個壞球 是好球吧 好我們講完 搭者 投手欸你覺得 余銘 沒話講 余銘沒話講 你看韓國那天打線 你看韓國其他場比賽 韓國打擊超強 投手我覺得 紫棚吧 紫棚吧 我覺得紫棚 是超乎大家想像 可是我覺得牛棚 也超乎大家 所有人想像 你有想過 我們中奧之邦那樣看一整年 炸成這樣 我想要 江國豪在富邦 被大家罵得要命的牛棚 江國豪是可以封鎖 日本打線 日本一軍打線 因為他一開始還不相信自己 他還在投操散 我們今年 預賽十分最少 我們才掉十分 我們比日本還好 而且幾乎是中奧之邦陣 所以大家不要再小看中奧之邦了 欸這次禽獸真的做得很好 很棒很棒 而且還有那個iPeach 聽說那個iPeach 可以模擬那個球路 終於台灣也進入 自用火時代 大禽獸時代 對科技時代 以前我們上去的時候 感覺第一個打息 第二個打息 都在測試 第三個打息 以摸透對方球路了 但他們已經換頭熟了 換頭熟了 你看到有一個經典畫面 就他們在點飲料 那幾個 那其實就是禽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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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沒有要點到我們點後面 我要野果 野果加珍珠 我年有看到澳洲隊的新手 他們做得很漂亮 中間還有那個 中華民國國旗 他們做成一本 為什麼我們看起來很像點飲料 我們只看起來超爛 看起來只看得像狗狗的樣子 我看大年我們都是滑 滑iPeach 對啊他們為什麼不用iPeach 老文家 那個老華眼 要做筆記啊 沒有iPeach也可以做筆記啊 他們不會用 問一下XiaXia 下次我們問一下XiaXia跟王建民 這次大家如果看比賽的話 就知道其實所有人身上都會說 你看那個洆湞 你看那個洆湞 洆湞會撞牆 洆湞會撞牆 飛起來 小到長這裡 好啦我們聊一下花絮 我們最後再來做那個 復賽的浴室 我們聊一下這蛇牆 除了戰況之後還有哪些花絮 古林跟郭冰去吃了麻辣鍋 他們要去饒河夜市 對啊 吃哪一家啊 不知道 台灣人先問說 喔他們吃麻辣鍋 吃奶夾 喔怎麼大家要去吃奶夾 他們昨天吃了什麼 我們不是要約古林來 所以到時候問他 古林大家問他到底吃奶夾 對不對 我們昨天約那家麻辣鍋 今天吃麻辣鍋也沒法國 今天台灣起承去東京 反正他就是機位有限 商務場有限 就按照有七個人要做經濟艙 有七個人要做經濟艙 曾宋恩就是肉捲頭 年紀比較小要做經濟艙 我今天看那個戴北峰1月7號 戴北峰最後一個 他壓軸 壓軒 壓軒 對 然後增壽 最後1月8號 經濟艙老將 飛上應該蠻鬧的吧 下次我們還會訪問誰 看有沒有桌上那個班級 桌上哪一班 問他問他 那時候都在幹嘛 然後接下來 有人那個昏迷 當天昏迷 在台灣對澳洲當天昏迷 家戶病 醒來第一件事情是說我們贏了嘛 還用寫那個白板 對 起床先問 就先問 這世界上我最值得關注的事情 就是台灣到底有沒有贏澳洲 這合理這合理這合理 護理師來說 跟他說我們大升澳洲之後 他的心跳就加快了 祝福這位窮迷 十二強也有人那個 接拳打被澳洲打到 他是有驗傷報告 驗傷報告上面寫那個 在大巨蛋看十二強 被澳洲對拳擊打打到右胸口 為什麼要寫那麼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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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那個值班的那個 是球名 請問你怎麼受傷的 我在大巨蛋看球 被球打到 被哪顆球打到 被澳洲的球去打 對 這很值得寫下來 對 值得寫下來 你昨天有看到嗎 那個古巴跟觀眾 在那邊傳街球 有啊 應該是在那個 一邊丟一邊在討論說 待會球衣你要買多少錢 我那一件想買 你要跟客戶 要跟客戶賠良好 良好的關係 沒有他們上面寫 寫標價 喔來回來回 六千塊 然後砍價五千 劃掉五千 五千五千塊 加陣太陽眼鏡 加陣我隊友的簽名 太陽眼鏡我也賣你 對 好啦接下來 就講到四強了 我們講一下 身為一個棒球YouTuber 你要先預測台灣 偽棒球YouTuber 台灣的輪子 輪子 第一天對委內瑞拉嗎 委內瑞拉應該是林玉銘吧 因為昨天林玉銘沒上 可是黃子澎昨天是牛棚日啊 所以有可能 因為南美洲 我是覺得黃子澎有機會 所以你覺得黃子澎對 維瑞拉 林玉銘對美國 林玉銘對美國或日本 因為林玉銘還沒有 我覺得林玉銘應該要對日本吧 日本跟美國應該也是日本比較強吧 可是我們如果打進冠軍賽的話 這樣林玉銘用得到嗎 林玉銘是不是應該第一天要用掉 但我覺得休息天數不夠啊 我們禮拜四才打第一場 冠軍賽是禮拜天 如果丟六十五球還就可以啊 我覺得他的球團應該會有保護 應該有至少要休息天數要不夠 所以我們冠軍賽就是沒人可以用啊 冠軍賽就牛棚戰啊 林安可 哪有能冠軍賽才在牛棚戰啊 林安可 林安可 我們打進冠軍賽已經無所求了 你不要這樣 我們不管有沒有冠軍賽 我們都會有季軍戰啊 所以無論如果我們還是要 最後一天要 有一場要抓就對了 我們最後一天要留一個人起來用 會有三百萬 對會有三百萬啊 那就林玉銘頭最後一天就 我覺得林玉銘還是會丟 我覺得會讓他五十 還是你覺得應該五十球 讓他可能就是球數丟到就先下去 因為現在王建銘也說 我現在大概都丟三局了 那所以王子鵬後來上來中繼就好 雙先發 我們沒有那麼多先發 我知道江國豪丟得不錯 但有不錯到可以到先發嗎 還是美國會林玉銘 因為他應該還是中繼為主啊 江國豪啊 江國豪丟很好 黃恩志也丟很好 但他們應該還是中繼吧 因為體能啊什麼的 我們來猜陳柏青會不會再對一次日本 有機會 上次期也 他也沒投很多局 你的預測 你預測好了 我覺得應該是林玉銘 韋內瑞 韋內瑞啊 美國王子鵬 陳柏青日本 冠軍 然後最後一天林玉銘 郭俊玲 郭俊玲 對啊我們都忘記郭俊玲 郭俊玲也丟很好 郭俊玲也丟超好耶 所以我覺得 郭俊玲會不會都專門拿來投那種關鍵戰 就是最後一戰那一戰 要去過日本啊 蠻合理的 可以最資深的 可以做商務艙的 666的 東極巨蛋 一個血池的機會 你們這些年輕的球迷去看一下10年前 10年前超猛 超猛 超猛 全世界都沒有人打到他的球 你看到會嚇死 我們還有張毅 你不要這樣 張毅我也我們這個節目 我也是從頭到尾都說張毅 動作沒問題 球數沒問題 大家也是罵他罵的 為什麼訓他 他的問題絕對不會是自己的問題 心理 這是心理 副棒 副棒的問題 球隊的問題 球衣太沉重 球衣太沉重了 副棒球衣穿起來壓力比較大 所以我覺得日本會是博情 因為那天下場之後 家政有去抱抱 就差一點這樣親下去了 就不是你的問題 是一三雷那兩位 而且我覺得美式的 美式的這種加油做朋友 就是要靠你 靠超級 一般日式是這樣嗎 加油加油加油 你家政每次跟人家加入的時候 你很棒你很棒 幹超級 一般不是這樣就好嗎 你接頭好 博慶棒棒棒棒 他就這樣 博慶你頭超好 你超棒 那個手都 對手這樣一直摸 你還要預測打線嗎 沒什麼要預測的 那你覺得 關鍵打者會是誰嗎 問就是潘杰凱 你哪你說你們直播派對 因為潘杰凱你請了多少下 五六輪吧 第一場是要擊到高飛球 我們要喝下 安打我們要喝下 後來已經變成潘杰凱 只要上場我們就喝下了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的 主要想關鍵還是會是潘杰凱 還是會是潘杰凱 還是會是潘杰凱 好啦也許各位我們這一集 這集的共鳴支 用這邊來住台灣 來東京打進冠軍賽 與大家共鳴支 拜拜 拜拜 中華英雄音樂掛中 中華英雄音樂掛中 大家時時刻刻都會對中華隊應援 對上面有我們的 陳金鋒 黃正銘 黃建銘 那時候的中華隊打得最好的 也就是這三位了 我們那時候看到他們 就像看到希望 因為就這樣嗎 不止 各位我們現在 整點暴食 唉唷 我們這陣子沒有再出發彩虹 我相信 聽台灣還有逆轟輝翔 不用怕半夜被吵醒 還有夜光感應周圍環境 對自動不播放音樂 11月2號不開賣 現在有售價2500 限量2500組 一定要我們的連結 我們的資訊欄上面有連結 聽聽看看看看這個始終 聽聽音樂 相信以前的慘敗 唉唷唉唷 慘敗 我都已經退休了 為什麼還沒有破10萬 Why 記得訂閱按讚加分享 並且開啟你的小鈴鐺喔